我們已經進口的日本12縣市的日本食品 請問還差這5縣市嗎 為什麼一定硬要把這個5個 有核災疑慮的食品也要把它納入呢 目前呢在一年所有的食品進口當中 我們有四分之一是來自於日本的進口的 而且呢我們已經進口的日本12縣市的日本食品 請問還差這5縣市嗎 已經進口的42縣市 為什麼一定硬要把這個5個 有核災疑慮的食品也要把它納入呢 四分之一已經顯示我們跟日本的一個友好了 所以說在沒有任何安全的保證之下 而且目前看起來也沒有 政府也沒有辦法給我們這樣的保證 很簡單 你看看從衛福部裡面 他們有關於核災食品的檢測 應該是說有關於食品的檢測來說 你從他們的預算來說 去年大概是4.5億 今年的預算是編了4.7億 只差了兩千萬 這兩千萬當中呢 在衛福部裡面的檢測當中 還不是只有所謂的日本 是所有零零種種的都包含在內 那你如果再把這個所謂的開放之後呢 更是需要大家來放大眼睛檢測的 你這兩千萬夠嗎 當然雲能會也會提出來 他們也成立了這樣一個檢測小組 但是呢這檢測小組的經費 還有儀器還有人力 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得到一個非常清楚的 所以即使政府不斷的告訴大家 我們是符合人力的一個標準 但是呢從預算 從你所顯示的資料當中 我們不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有做好準備